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山林周围的村落里的人过去大都会以狩猎为生 因为那时候村民们谋生的方式很少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谋生方法越来越多 因此山林周围村落里从事狩猎的人也越来越少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喜欢刺激的一些都市人来这些村庄里寻找熟悉地形 枪法精准的猎人来体验狩猎 你看到没有啊 那座山上有很多猎物呢 听说有人还在那里捕猎到一只鹿呢 这里山林茂密 我们不熟悉地形是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这点我当然想到了 我们先到那个村子里落脚 然后啊再在村子里找几位经验丰富的猎人给我们当向导 到时候一起进山去寻找猎物 这个村子里还有猎人吗 我怎么听说这里的男人大都出去打工赚钱了呢 怎么可能都出去打工啊 原本这个村里的男人各个都会受猎 可现在他们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当猎人 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 不过村子里还是有猎人的 去年我来这里打猎的时候 就是由两位猎人兄弟阿威和阿蒙给我当的向导 这兄弟俩枪法极准 我们这次还找他们好了 好吧那听你的 年轻人 你们来我们村子是要找猎人陪你们一起进山吧 是啊 那你们还是走吧 我们村子里已经没有猎人了 老伯 你们村子怎么可能没有猎人呢 我认识你们村的阿威阿蒙兄弟俩 他俩可是很优秀的猎人呢 你认识阿威阿蒙 当然了 我去年来打猎的时候 就是他们俩兄弟当我的向导 既然你认识他们 那他们出了事你不知道吗 他们兄弟俩出事了 老伯 他俩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阿蒙死掉了 而阿威则被关进监狱了 怎么会这样 他俩究竟经历了什么 哥 山里真的有路吗 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 怎么连一点路的踪影都没有看到啊 毕竟我们住在这里 好多年都没见过路 我看那都是别人的谣传吧 山里有路 可是阿山大叔亲眼看到的 他是不会看错的 要知道 他可是一位老猎人了 不至于连路都认不出来吧 得了吧 阿山大叔的眼力要是好 那也不会把他自己儿子的腿给打伤啊 是啊 那件事情也真是诡异 事后阿山大叔说 自己看到的就是一只野兔蹲在草窝里 可谁知道一枪开过去 却发现打中的是自己的儿子 不过幸好没打中要害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就说嘛 阿山大叔连兔子和自己的儿子都分不清 所以他说在这里看到路 我一直抱持怀疑 谁知道他是不是又看眼花了 阿某话音刚落 前方不远处便传来了一阵沙拉拉响声 阿威一愣 然后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树林中一只鹿正站那里 弟弟你看 阿山大叔说的没错 山里果然有路 这头鹿真是激情 竟然这么快速就跑了 我们快追 可不能让他给逃了 阿威阿猛兄弟俩 急忙朝路逃跑的方向追去 在奔跑中 阿威手中的枪背带 不小心被树枝卡住了 阿威失去重心 哀忧一声摔倒在地 而他手中的猎枪撞到地面后 扳机被触动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 跟在后面的阿猛 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 弟弟弟弟弟 你快醒醒啊 那颗子弹 恰巧击中了阿猛的要害 导致他当场死亡 而阿威因为误杀弟弟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 啊 怎么会这样 这么巧合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怎么不会发生的 杀生太多总是要遭报应的 老伯 你的意思是说 这兄弟俩是遭到了果报 没错 这怎么可能啊 老伯 你们村子里过去世世代代 都以打猎为生 难道那时候就没人遭到报应吗 当然有 过去几乎每年都有猎人将同伴或家人当成猎物打死或打伤的事情发生 对啊 前几年不是有这么一条打兔不慎打死娘的新闻吗 那件事情不就发生在这里吗 那不过是个偶然事件罢了 怎么能算是报应啊 古今中外 有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 打猎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错觉 把同伴或家人当成猎物打死 不要继续自欺欺人的以为是偶然了 冥冥之中的天意 或许更令人震惊 打猎者因杀生害命太多 被杀害的冤魂伺机报复 一旦附体控制了猎人的视觉或听觉 必然把别人或家人看成猎物 结果一扣扳机就完了 难道打猎真的都会遭到诸如此类的报应吗 或许真的像老伯说的那样 不猎杀生真的会遭到果报 这让我想起之前 有人跟我说过的一位著名作家的故事 著名作家的故事 那是个什么故事呢 他的作品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这位作家的一生却是痛苦的 在他十岁生日时 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分别是一根吊杆和一只猎枪 从此开始了他捕鱼狩猎 同时也充满痛苦的一生 二十岁的他参加了红十字战地服务队 在抢救一名伤患时 他全身多出重担 一个膝盖碎掉 身上的蛋片打百块之多 他在野战医院躺了三个多月 做了13次手术 换上了一块金属膝盖 还有一些蛋片没有取出来 永远留在了体内 糟糕 今晚又失眠了 怎么搞的 好痛啊 多年后 怀念狩猎生活的他带着妻子去非洲打猎 他们乘坐的飞机飞到一路河源头上空时 飞机一头栽了下去 妻子断了两根肋骨 他肝部和腰部被震裂 但他和妻子矫盛存活 并乘飞机继续飞往乌干达 当第二次 飞机起飞仅几分钟 事故再次发生 飞机掉落到一个种植园里 爆炸引起了大火 妻子当场昏迷 他则遭受平生 最严重的一次脑震荡 没错 这就是狩猎杀生的果报 上天在冥冥之中阻止他狩猎杀生 如果这时候及时收手的话还好 如果还一意孤行的话 那可就危险了 是的 他到了晚年 被糖尿病 高血压症 精神忧郁症 严重失眠症 等一大串疾病 折磨得痛苦不堪 最终 他将打死过无数猎物的猎枪 塞进自己嘴里 引弹自杀了 这个故事 不就是前几天 来找我们的那位大哥说的吧 没错 就是他说的 难怪呢 你难道不知道那位大哥学佛吗 我认为他不管说什么事 都会扯到因果报应上 这事你怎么也信呢 年轻人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有些事情你是不得不信 他说的那位大哥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 杀生果报真的是有的 老伯 你经历过什么呢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猎人 那时候村子里有三位优秀的猎人 而我就是其中一位 你看到没有 这三位就是我们村子里最优秀的猎人 你看他们今天又收获不少 你这几天怎么只捕猎到这么点猎物啊 是啊 莫非你的枪法落后了 谁说我的枪法落后了 最近山林里没有让我太中意的猎物罢了 现在不管是野兔还是狐狸都肥着呢 难道他们还不入你的眼 你没发现吗 他们很多已经怀孕了 我爸告诉过我 怀孕待产的动物是不能猎杀的 你怎么还守着他们那老一辈的规矩啊 就是嘛 那些老规矩早就该丢掉了 三位小哥 听说你们是这里最优秀的猎人 请你们帮我们个忙可以吗 帮什么忙啊 我们村子里最近经常有一头大野猪出没 那家伙不但糟蹋装甲还伤人 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忙打死那只野猪 好的 没问题 这事就交给我们了 第二天 我们三个人带着猎枪来到了林村 为了近山寻找野猪 村子里的人还借给我们一辆车 昨晚那场雨 让这道路变得实在难走 好了 别抱怨了 好歹人家还借给了我们一辆车 要不然头部的话更难走 哎呀 不好 野猪还没看到 我们却先出了车祸 开车的那位当场死亡 而我的腿则被摔断 小通 你怎么样了 我的腿好像断掉了 糟糕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我先爬上去 赶快上来啊 我的腿已经断掉 无法用力 来 抓住它 我拉你一把 好的 那枪明明是上了保险的 怎么会突然响了呢 我们三人就这样两死一伤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村民说那是因为我 一直守着村子里猎人的老规矩 不猎杀怀孕生灵 所以上天给我留了一条命 不过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打猎了 我深深的体会 杀生行为真是做不得的 打猎多被猎打 杀生还被误杀 各种玄机寄人之 因果毫厘不差 猎狐的小雨 小雨是猎人阿庆的儿子 而阿庆是村子里有名的猎人 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会继承父业 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 但小雨的母亲 却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学习 将来去大都市上学 但或许是父亲基因的影响 小雨在小学的时候非常调皮 经常抓一些小动物 带到学校里玩耍 这天小雨带着一只小鸟进了教室 小鸟的脚被卸着一根丝线 它拼命地飞着却无法飞走 小雨 这只小鸟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是我自己抓的 小雨 你能把这只小鸟给我玩玩吗 那不行 我还没玩够呢 飞走了 它要飞走了 放心吧 它飞不了的 回来 怎么样 我就说它飞不走吧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哦 怎么有鸟叫声 咦 有小鸟 可怜的小鸟 它的妈妈一定在家里等它回去呢 是吗 今天我叫大家一首古诗 谁道群生性命为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自在巢中望目归 小雨听后 低头不语 接着 她解开小鸟脚上的丝线 将其往空中一抛 放生了 大家看着小鸟飞向天空 小雨真乖 在那位老师的感召下 小雨渐渐地收起了顽星 开始用功读书 等她上中学的时候 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小雨的成绩越来越好了 以后她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的 小雨是大山的儿子 她平时应该在山林里 多和那些鸟兽接触 而不是像个女孩子一样 整天在家里 哼 唉 小雨正在认真看着书 突然 她身后鸡窝里 传来了一阵 鸡拼命拍打翅膀的声音 小雨急忙扭头一看 只见一只脖子 有一圈白毛的狐狸 正咬着她家的老母鸡 小雨不知道这只狐狸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竟敢在大白天 在人的眼皮底下偷鸡 或许是因为 她真的饿坏了 也或许她从小雨身上 没有嗅到猎人的血腥味 所以才会如此胆大妄为 啊 狐狸 小雨 发生什么事了 狐狸 刚才有只狐狸 偷走我们家的鸡了 啊 好大胆的狐狸 竟然敢在大白天的 跑进我们家里偷鸡 小雨 别怕 妈妈在这里 一只狐狸 就把你吓成这样 哼 想不到我猎人阿庆的儿子 竟然会害怕狐狸 这事要是传出去 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孩子受了惊吓 你这个当爸爸的 还要刻薄他 莫非你的心 是石头雕出来的不成 哼 他都是让你给宠坏了 小雨才十四岁 还是个孩子呢 十四岁 我十四岁的时候 已经拿着猎枪 独自进山打猎了 可他倒好 竟然让一只狐狸给吓着了 父亲话里的每一个字 像针一样 扎着小雨的自尊心 终于他忍不住了 我并没有让狐狸给吓着 只是他跑出来的太突然了 哦 这么说你不害怕狐狸 那你敢去山上抓他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一定会把那只 偷鸡的狐狸给抓住的 这样才对嘛 这才是我猎人阿庆的儿子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 小雨带着父亲的捕兽夹和猎刀 独自来到了山林 之所以选择凌晨 那是因为狐狸是咒服夜行的动物 它黄昏出洞时 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养精蓄锐 它异常敏感 来往路上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 都休想瞒过他的眼睛和鼻子 黎明返回时就不一样了 在树林里奔波密实了一夜 早已精疲力竭 又回窝心切 难免茫茫壮壮 不错 这小子还算继承了一些猎人的噱头 知道什么时候来设下陷阱抓狐狸 天还没亮 小羽他一个人上山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要不你跟着他去看看 你放心好了 山里又没有什么大型的猛兽 它不会有事的 我们就等着小猎人 把狐狸给抓回来吧 捕兽甲 一定要先在清凉的河水里浸泡一会 这样是为了去除粘在上面的气味 安置捕兽甲时 必须得用草浆切尾装好 要知道狐狸非常狡猾 稍留下一丝破绽 它就不会上钩的 一切收拾妥当后 小羽将留在捕兽甲四周的足迹 清扫干净 退到河边的礁石后面 怀着一种渴望复仇的交集心情等待着 过了没多久 一声狐狸的惨叫声传了过来 太棒了 抓到了 没错 就是你 你这个偷鸡贼 今天就用你这张狐狸皮 来偿还我家的那只鸡 面对即将落下的猎刀 那狐狸竟然既没有躲闪又没有哀求 反倒对着草丛里发出一阵充满焦力 关切 甚至还有某种警告的叫声 哦 这只狐狐狸好奇怪啊 难道说此刻还有什么比他性命更重要的东西在吸引他吗 啊 这还有两只小狐狸 哦 妈妈被抓住了 我们要过去救妈妈 走 你们快走 不然也会被抓的 两只小狐狸被母亲愤怒的表情吓坏了 他们不愿离去 又不敢靠近 只在那里磨蹭着 这两只小狐狸是无辜的 不过这只大狐狸今天是必须得死 当这小狐狸的面杀死他们的妈妈好像有点残忍 我得先把那两个爱手爱脚的小狐狸赶走才行啊 走开 走开 你们两个不想被杀死的话就赶紧走 两只小狐狸被小羽手中的刀吓得急忙钻进草丛里了 小羽见后扭头又看着母狐狸 母狐狸此时趴在地上 她似乎已经做好了被杀的准备 可就在小羽再次举起猎刀的时候 那两只小狐狸又大叫着跑了出来 猫猫 妈妈 啊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赶快离开这里 想不到我猎人阿庆的儿子竟然会害怕狐狸 这事要是传出去 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这么说你不害怕狐狸 那你敢上山抓他吗 不行 我绝不能让父亲看不起 今天说什么也得把这只狐狸带回去 想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那两只小狐狸 然后从地上抓一把枯草 点燃后朝小狐狸扔去 你们这两个家伙 快走 所有的野兽都是惧怕火的 这两只小狐狸看到燃烧的火苗和滚滚浓烟 吓得钻进树林跑走了 好了 你的孩子们已经离开了 现在我俩该算账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她竟然既不避让也不退缩 反倒将自己的脖子伸了过来 她这是在求死吗 那只狐狸等了半天 发现小羽的刀还没落下 便睁开眼睛 她看了一眼渐渐熄灭的火焰 然后又望了望小狐狸跑走的地方 最后盯着小羽发出了一声叫声 她真的是在求我赶快杀掉她吗 没错 这只狐狸知道 等到火焰熄灭后 小狐狸还会跑回来 她就是想让小羽在小狐狸赶回来前 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死了 小狐狸才能死心离开这里 谁道群生性命为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自在朝中望无归 赶快离开 不要再回来了 然而那两只小狐狸 这一次竟然叼来了一只兔子 他俩齐心协力咬着那只兔子 驱力地将其往捕兽夹这里拖着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给他们的母亲送来最后的一餐 小羽好奇地看着那两只小狐狸 将那只兔子搬到了他面前 接着 他俩像人一样 用两只脚直立起来 用充满哀求的目光 看着小羽 我明白了 你们是想用这只兔子 来换你们的母亲 是不是 老师说的没错 其实动物的情感和人类没什么两样 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 这只兔子是昨天夜里 母狐率领这对小狐狸捕抓到的 也许是奔波了整整一夜 好不容易才逮到的 很有可能是他们今天冲击的唯一食物 为了母狐 他们宁愿忍受饥饿 小羽想到这里 他用猎刀弄开了捕兽夹 那只狐狸急忙冲出那条血淋淋的后腿 两只小狐狸立刻高兴地围了上去 你走吧 我们之间的杖两清了 小羽回来了 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怎么回事 狐狸没抓到 却抓到了一只兔子 这只兔子也不是我抓的 而是狐狸送我的 啊 你说什么 这只兔子是狐狸送你的 小羽点了点头 然后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 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一名猎人 我真的不忍心杀他 孩子啊 真正的猎人并非只会一昧的杀戮 如果是我遇到了这种事情 我也会放走他们的 我们没有理由杀害一位伟大的母亲 伤害两个懂事孩子的 嗯 爸爸 那我想将这只兔子放回山林 让他自由的 好的 没问题 我尊重你的做法 小羽还是心怀慈悲 心地善良的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慈悲之夜云林观音讲堂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4月22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洽询电话 056331565 返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慈悲之夜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4月23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洽询电话 056331565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